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贺一成 日前到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并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独家专访 贺一成表示 要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 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 推进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行稳致远 要维护好宪法和基本法权威 维护好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良好关系 维护好中央的全面管制权 维护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在回答记者关于澳门如何多元发展时 贺一成说 澳门已有400多年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 所以多元化对澳门来讲十分重要 我们这两年在会展业 零售业 金融业等几个方面都有发展 但是还没有达到我们的适度多元要求 我们还在努力当中 我们希望在大湾区发展中 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 让我们的多元发展有新的突破 就澳门在大湾区建设中的竞争优势 贺一成说 大湾区有东西两条线 东线是以高科技金融等发展为主 西线就在澳门这边 以休闲娱乐旅游为主 两条线有所不同 对港澳同胞来说 如果到内地去投资就要发挥自己所长 挑选好行业定位 而不能到每个城市都去重复投资同样的项目 何一成表示 澳门人都很真是和谐 我们在回归之前有一段时间因为经济不景气 引起社会动荡 大家都受过苦 知道今天的和谐来之不易 澳门市民都知道不能乱 大家都有这个共识 特区政府更要未雨绸缪 解决年轻人的实际问题 打捞和谐社会的基础 打捞和谐社会的基础